然后里面有一些反正上课 今天到今天已经是第15周了 所以前面如果有一些地方假如你已经忘了差不多 没关系反正回头再看过了 反正走过必留下痕迹 所以每一周上课的东西 从第1周到第14周 这已经是一个还蛮完整的一个线上课程 但是我们这个群组只有对各位可以加入 其他外部当然我没有提供 不过还是有蛮多人想要加进来的 这没有我们班上多少记理 理论上就有很多外部的 另外的话再来就是我们的补充资料 包含就是讲义部分 讲义的话这个讲义我们主要是以 前面介绍陈慧安那一本书为主 另外的话当然有关云端白板 那我每一次上课我就把它整理出一个一个的资料夹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在前几次上课包含就是像JavaScript 表单制作跟那个表单的部分 就是用JQuery Mobile的表单 那因为那个我们同学 那个志明蛮认真的把所有我们做过的 几乎都把它包成一个一个APK一个APP 我看APP好方便 全部包在一起 不过很花时间是真的 而且有一些好像我没讲到的 你也全部都做了 像后来那个信号那些 我们后来没有讲 你也都把它全部都练习 当然最好 因为练过了之后 其实自己最清楚了 那再来后面呢 我们还会再讲到有关就是说 如何把资料做存放 那在那个就是手机端 如果要存资料的话 如果你直接存在变数里面 它关掉就没有了 那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说 到底你做了哪些动作 那常使用到的包含就是像Local Storage 以前的话网页 其实我们这个背后其实就是网页 我讲过这个是叫什么 Web App 其实它本身就是网页技术 底层就是HTML5 那早期的HTML是用Cookie 那Cookie的话其实很多问题 第一个容量非常小 最多我记得是4K还是多少 最早好像才1024 所以呢这容量是绝对不够 第二个呢安全性不高 也就是说骇客很常会什么 去截取那个使用者端的Cookie 像什么呢账号密码 最早IE浏览器居然把账号密码 也存在Cookie里面 所以很多什么 骇客就直接去抓那个Cookie 一抓就知道你的账号密码了 所以后来它做了很多修正 那在那个HTML5的话 它又多了一个叫Local Storage的东西 后面我们会再提 再来后面还会就是 但Local Storage 它的优点就是非常简易 用SetItem就把资料存了 用GetItem就把资料再提出来 然后它的观念就是Key 一个Key一个Value非常简单 可是它的缺点就是说 它如果栏位数很多 像KeyValue最多就两个栏位 Key其实就编号 Value就放什么资料 那如果说你还有第三个栏位 那很抱歉 会有问题 顶多是用Jason 可是问题还是很麻烦 所以我们通常会用什么 用资料库 因为资料库你就可以建一个资料库 产生很多的资料表 资料表里面就可以增加很多的栏位 那这个观念 其实跟任何的Seql的资料库都是相同的 只是它是Web Seql Data就是比较小型的 它跟那个我们前面讲过的Android Studio 里面的那个Seql Lite 非常的像 几乎好像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属于是比较微型的 然后你要Create CreateTable的方法 里面的那个资料形态 跟Seql以法超过 包含就是你要整数的话 就Integer 如果你要一个文字的话 你就一个Varchar 那大一点的话用Tesla 诸如此类的资料形态 给它哪些栏位 它可以有无限多个栏位 你可以放无限多个资料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 设计上面一定还是比Local Storage来得 更加的麻烦 所以什么时候用Local Storage 什么时候用Web SQL Database 这个你可以再斟酌一下 如果资料量很简单的话 那你就用Local Storage就可以 其实在那个 这个HTML5 其实除了用Web SQL Database 另外还有一个叫IndexDB 不过那个 我是比较少用那个东西 但也另外一个资料库 是叫IndexDB 但是我后来发现它有一个缺点 相容性比较差 像有一些装置上面就没办法使用 所以相容性差 当然第一个我就不考虑了 而且第二个已经有Web SQL Database 那所以 那就干脆就用一个就好了 你用那么多个干嘛 反正就是可以存资料 最别注意 这个资料是存放在Client端的 就是手机端的 那首先我们逐步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Local Storage里面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有关我有帮各位整理出一些 简单的讲义 包含就是Local Storage里面 有哪一些 你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呢 刚刚讲的 HTML5 其实你看HTML5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一个 其实你说它是在手机上ROM 不过它底层还是一个网页 刚刚提过 那怎么样在手机端可以存资料 特别注意 我们可以用Local Storage 它比过去的Cookie来看的话 有几个地方可能会更加的 来的 这个更加的好 里面大概第一个更加安全 第二个的话容量 最多可以到5M 其实5M的话 大概5M的话 各位知不知道 大概可以放多少个中文字 如果算一下来的话 5M的话 2M大概可以放 100万个中文字 因为一个by 现在的中文字都两个by成 所以两个by成 算一下来大概 如果2M大概是100个万字 100万个 无论是中文 英文数字现在都两个by成 早期的话 英文跟数字是一个by成 不过Unicode之后 全部都两个by成 反正不管了 这样就比较好 不然以前都还要算说 哪些是中英文的 那切的时候切一个by成 中文切两个by成 还要算半天 不用了 全部都给两个by成 那UTF8 如果UTF16的话 那未来就给四个by成 那你想说 哇 那不是浪费很多空间 反正现在空间那么大 没差嘛 对不对 硬碟 除非你去筛一些 不应该筛的东西 像什么日本的很多 如果你不是筛那些东西的话 你说怎么会筛得满 你放一些正经八百的上课东西 说真的怎么筛都筛不满 对不对 没有 有可能 可能都下载吴老师的教学影片 影片会 影片比较大 除非这些东西之外 其实我想容量 还有什么会占空间很大 不会吧 OK 所以像这些讲义会吗 讲义顶多就是 顶多就几Mega而已吧 那你练习HTML 你个App 再怎么大 也不可能大到几百Mega 几十Mega就很夸张了 安装起来就很费力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它这个HTML 5Mega的话 其实就是 大概是250万个字 其实也够了 我想 小量质量 但是要注意一下 无法跨网域使用 因为是你这支手机里面的资料 所以如果你将来要跨网域 给其他人使用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说 你要把你现在手机端的资料 怎么样 再放到Server端 可能比如说你要架一个那个 什么Apache的Server上面可能 假设了好 用PHP加MySQL 你就把资料丢到那上面去 那其他人呢 再去从Server宰下来 才有办法做到资料交换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啦 那其实这种技术 无论是手机也好 或者早期的那个 Web的开发方式 大体上都相通的 所以有些同学可能对那个以前 可能没有学过PHP 加MySQL的话 恐怕那一段要自己再去补强一下 因为未来如果你要做出一些跨网段 大家共用 比如说你要猜拳抑制游戏 前面讲过嘛 看谁猜最短时间里面赢最多次好了 那你当然可以载到Server上 大家就可以比较了 可是如果你存在你手机端的话 那你也只能跟你自己比较 或者是你跟使用你手机 同一只手机的人才能比较 但如果不是使用同一只手机 就不能比较了 所以像线上游戏 为什么要Server那么多 因为大家一直登录嘛 大家的资料要在Server上交换嘛 就这个概念要大家清楚一下 接下来的话认识那个local storage 它是什么呢 以key value 所以说两个嘛 key value 也就是你第一个 大部分key就放 你要怎么去抓它的一个编号 大部分都是一个编号 那个编号比如说 这个是记事1 第一个记事 比如说你要写一个记事本嘛 你的记事1就是key value的话呢 就是记事1里面记什么 记比如说 今天是跨年 记得要做什么什么事情 对 然后可能那个去哪边观看 就是实际上 记事2 那跨年明天1月1号放假 去哪边玩 然后记事3 1月2号又补假 所以又可以去哪边玩 你可以把它记一下 ok 其实你要写一个记事本 自己写的出来的记事本 其实非常简单哦 用local storage 真的简单到不行 也不用太多事情 所以以后我建议你干脆 写一个自己的版本的这个记事本 然后注意外观那些 你可以再自己把它变漂亮一点点 将来人家你在记事的时候 你可以说 人家看你记事很好用 对我自己写的 对 这感觉就不一样了嘛 诸如此类啦 反正有些东西 尽量可以跟生活做串联 然后储存用setitem 有没有刚刚讲过啦 那你要怎么存 很简单嘛 你给它一个key 给它一个value 那set就好了 那怎么把它抓出来呢 基本上哦 就是把它get出来就好了 那可是set的话需要两个资料 一个是key一个value 所以特别注意哦 它的语法哦 一定是local storage 点setitem 刮符给一个key 给一个value 两个东西哦 如果你要提取出来的话 一样是local storage 点getitem 后面只要是一个key哦 有没有发现 set是要两个 比如说记事一 里面记什么是 但是你要把它抓出来 它已经把你存在哪里了 存在你手机端 那你要提取出来的话 只要告诉它 我要提取记事一 它就把里面是要抓出来 它大概这样观念 例如底下的话 有一个什么呢 它这个 什么one first 然后如果你one的话 回来一定是first OK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范例 还有就是说 你们在撰写 那个local storage 这个物件的名称 记得这个s是大写 其他都小写 字也不要拼错 反正这样注意到的话 其他应该都OK 那getitem key 这个我想没有 这两个 如果你要把它移除的话 用remove 如果你要把它全部清空 用clear remove的话是哪一个 比如说你可能有记事123 那你如果只要移除记事1的话 那你用remove 你不用clear clear的话是123全部都清空了 那lex是总共有几个 那它的index一定从0开始 基本上就是 有点像阵列 那长度的话就是你总共有几个 OK 比如说记事123那就三个 它return回来的lex 那再来的话可以用key去找到它的索引 比如说你这个key里面的index 第几个的意思 那索引值也是从0开始 如果你不知道key 比如说你key0 第一个假设是记事1的话 那你就key index给0 它回来的话 就告诉你 你的第一个key叫记事1 类似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那待会这边有其他的范例 这个范例比较简单 我们后面 这个是底下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再看这个底下的这个这个范例 那我另外有一个范例是 我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demo一下 等一下请各位 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范例 这个也是从我们书里面的范例 14之1之1 那这个范例里面的话 大概是长怎么样 我们来大概看一下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们在使用那个local storage的时候 特别注意不要用即时 因为即时这个环境 它怎么样呢 不支援local storage 特别重要不支援 也是没办法写 像等一下的那个web cycle database 也不支援 只要是要写资料到 就是client端的话 这个环境都不支援 所以等一下的练习 请各位注意一下 用即时一定没办法 有点新增 哎 老实说没错啊 怎么会没办法新增 没办法取得 也没办法删除 问问 就到底就很简单 因为它这个环境不支援 那没关系啊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用那个 这个Chrome 去把它执行 或者IE也可以 那这个Chrome的话呢 比如说我把它执行墙 那这边的话呢 把它执行 大概看一下啊 大概就是的一个效果 那这边的话呢 它会跳出 我把它稍微缩小一下 那你可以按F12也可以啦 按F12 它也会自动在旁边显示 然后它会缩小 OK啦 这个 不然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我把它缩小一下 好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什么 输入 吴老师1好了 新增 如果我要把它记下来的话 那因为我只有输入一个文字 那Key的话 我希望它自己帮我增加 我只要Value 就像说记事1 我只要输入我的记事 按新增 这个地方会显示Alone 诶 姓名已储存 表示我这个已经存 那吴老师2 再新增一个 诶 按个确定 资料也把它新增进去了 那 那当然我新增三个好了 123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这样 反正就是一个Key 一个Value 这个后面东西就是Value 放在Value里面 好 新增进去 我希望把它取回来的话 怎么取回来 诶 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的话 有一个取得 但是你会发现 因为我输入的 它等于是一个一个盖上去的 那最后取得的话 我这边取得的是哪一个老师 最后的这个输入的 那比如说姓名叫什么 Hello OK 那你也可以把它删除 这边有个删除功能 把它删掉 OK 然后新增取得删除 怎么做的 我想各位 先稍微了解一下 那个Local Storage里面的相关的说明 最后当然 如果你想要知道 就是说 到底你存 你刚刚做动作的资料在哪里的话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直接到哪里呢 到这个Chrome里面 按一个F12 F12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它这里面有一张Application Application里面 特别注意 会有一个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了 这边有一个Storage Storage指的就是HTML5 它有提供的相关的功能 Local Storage HTML5 Web Sequel 刚刚讲了 还有其他的 还有Cookie Cookie 它旧的东西也支援 不过它是比较建议用 那个Local Storage 那你如果要看一下 到底新增了什么 你可以展开来 看一下 里面有没有什么 我之前存的东西 到底有没有在这里面出现 KeyValue 理论上 看一下我的程式 这里面 基本上我如果用Local Storage 新增的话 OK 这个再看一下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说 第一个大概了解一下 那个Local Storage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请各位做一个界面 那这个界面 其实很简单 里面包含就是说 有一个 前面有一个Label 然后里面的话 让它输入东西 新增 取得 删除 反正三个按钮 按钮的话 你可以从上面的按钮做 或者是说 用我们之前的方法 外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 好